不少市民也对此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筛查数据 它会有一定的延时 我们知道筛查 这个核酸筛查工作量非常的大 那么检完之后 如果发现有阳性的魂管 还需要单采单检进行符合 对检出的阳性人员 还要进一步的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 然后收集准确的相关的医学信息 个人的信息 那么同时还要完成上报审核等工作 二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传播 造成本轮疫情的病毒毒株 我们都知道是奥米克隆BA2这个变异株 那么这个变异株 它具有隐医性强 传播快的特点 同时我们观察到 潜伏期 大多都在三到五天 这个区间范围内 因此家庭内的传播 是当前主要的传播途径 一般来说 家庭内如果有一个 阳性感染者的时候 往往其他家庭的成员 可能已被感染 而且 但是他们尚处在潜伏期当中 那么因此也会在后续的筛查当中 被陆续的检出 第三 是在痊愈静态管理的这样一个期间 这样一个阶段 虽然居民是足不出户的 但是仍有很多的物资仍在流通 如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 那么不排除 接触后会造成感染